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健良 台风逐渐离开之后 这个天气就变得比较稳定一些了 今天温度也明显回升 今天中午出门甚至感觉上还会有一些热了 我们看到今天最高温是出现在台中地区来到33.7度 整个北部地区大概也来到30度以上了 北部地区前几天高温大概都来到26 27度而已 今天温度回升是蛮明显的 东半部大概来到28到32度左右 南部地区大概来到30到31度 未来几天大概就维持这样的温度 大概不会再往下掉了 所以未来几天整体而言 这个天气上是还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卫星云土的部分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飞的台风 在今天清晨2点钟已经进入到这个大陆地区了 逐渐就会减弱为一个热带线地气压 但是后面的丹纳斯台风 我们看到西州海洋上的水汽 已经增强唯一个强度台风了 强烈台风 那目前看起来它的台风也是相当的清晰可见 但豪家在它不是往台湾方面过来 是转北往日本的方向过去了 未来礼拜二礼拜三甚至到礼拜四呢 都会影响到日本地区 所以未来几天要前往日本的朋友 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那台风没有影响到本岛 但是海面上的风浪是比较大的 整个北部的海面 东半部的海面 这个风浪呢都是比较大的 提醒这个海面上 这位的船只要稍微注意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明天天气的部分 明天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 受到这个外围云气的影响 都容易会有一些短暂性的震雨 那中部跟南部呢 大概是多云道晴 但中午过后在山区的部分 要注意一下午后雷震雨了 那温度部分呢 各地区都回升到30度以上了 但早晚呢还是会比较偏凉 提醒你早晚出门呢 还是要再加件外套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24到30度 降以近率30到40 中部地区温度是24到31度 降以近率0到20 南部地区温度是25到31度 降以近率0到10 东部地区温度是24到30度 降以近率30到40 外島地區溫度是24到30度 降雨距離0到10 好 最後要提醒你了 明天一整天其實天氣算還不錯 但早晚會比較偏涼一些 那北部東半部容易會有一些 短暫性的陣雨出門 不要忘記攜帶雨具了 以上是今天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你做參考